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Altoman 是的今天呢我們要在 我們這一次呢 真的要去外面探險啦 因為呢 稍微練了一下等級跟製作一下 這些製鐵工具 讓我的等級迅速的飆升啦 現在已經34級了 等到35級呢 之後就可以馬上做一個 一手龍的安樂 然後呢 我發覺啊使用十字鎬跟鐵鎬 產出來的東西的那個 效率啊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你用十鎬在敲的時候 他產的都是個位數個位數 結果我拿鐵鎬去產 少說都是8到10個左右一次 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那我們呢先稍微做一下鐵的 鐵斧 這個金屬鐮刀其實也是可以做不過 需要太多的鐵了 我們先做這個斧頭好了 斧頭做出來 我也帶這個鐮刀好啦 這個鐮刀彩纖維超好用的耶 我也來做一把這個好了 需要18個 這樣我還差15個 我夠燒嗎 47個應該是夠吧 不管了 沒關係 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等他這個鐵塑的時候 算了我再去稍微踩一點鐵好了 趁這時候都踩一點金屬 那個金屬呢 我現在發覺這金屬位於這個山壁的下方 都會有少量的金屬 如果你踩普通的石頭也是會有的啦 但是普通的石頭給的真的是很少 大概就是一顆石頭裡面會給三四顆這樣子 你看這二職鄰居還會在這裡 不過待會就要搬家了 二職鄰居待會就要搬家了 掰掰 不理你啦 臨北要去更遙遠的地方 享受我的尊龍生活 是不是 這邊 剛前面那隻應該是火 火風神 欸不是 火翼手龍 那個表里塔 我們在那邊沒有辦法抓他 遠 可遠觀 可遠觀的不可洩完煙 有沒有這就是金屬石 產量非常的驚人喔 各位看到沒有 16到 16到 6到7個敲一次 然後馬上就負重了 好了 負重我們就可以先回家了 敲完我就沒有辦法移動了 敲完就沒有辦法移動了 所以說我必須敲到一半之後 負重就要必須走了 這邊其實 還不錯啦 該有的東西都有啦 雖然我聽兄弟們說呢 這裡有機會產南方巨獸龍 聽起來還蠻可怕的 不過呢 我準備就要離開這裡了 會帶著少量的生存物資 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呢 有朝一日呢 等我 等我已經壯大如牛的時候呢 我會親自回來 把我們的東西全部帶走 這些富傑龍跟三角龍哥們 你們就在這裡好好等我回來吧 有朝一日 你的主人強大威武的時候呢 我就會來迎接你們了 我已經把你們的一個月的便當準備好放在這裡了 你們就好好的享用 如果便當吃膩了 自己去找別的食物不要管我啊 不要 不要奢望我會拿什麼東西給你吃啦 我已經不在啦 OK我們金屬一定快燒完了 不是快燒完快燒好 差三顆 欸是嗎 我看一下 他這個 這個鐮刀是要多少啊 18 我靠還要6個耶 這燒到民國幾年啊 OK 那 先給你們看一下齁 我剛剛 用 用那個 起源的那個長矛啊 戳一下那個風神一龍就暈倒了 不是風神 靠呀我怎麼一直講錯啊 那個 一手龍啊 無辭一龍就是暈倒了 那 現在就現場抓了一隻 這不知道幾等 74級 他怎麼不能動 哎唷 腰死我 你又要嚇死我 小時候你都不動 你突然跳起來 你知道老人家心臟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嘛 好不好 你真的嚇到老人家了 嚇死了 好啦好啦不要激動啦 等一下我等一下就讓你有瘦了 幾等74級 然後這肉還我 哎有腐肉 呵呵 非常好 然後有兄弟們說呢 把肉分開來放 分開來放 怎麼丟掉 把肉分開來放 壞壞腐肉的機率蠻高的 沒有錯 兄弟們 就是這樣做 可是我這樣子我的包包會很長一個 沒關係為了 為了腐肉 為了腐肉 必須這麼做 好啦太多了 其實也不用那麼多啦 因為我現在身上有麻醉槍嘛 這一把 起源給物資箱給的東西 上帝給的東西 你說能不用嗎 我有諮詢過你們 你們說 既然上帝就讓你 上帝就送你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上帝就送你了 這種東西 你怎麼能夠不用呢 既然上帝都送我了 我當然只好用啦 像這個槍也是上帝送我的 你要我不用嘛 對不對 到時候又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不信 不給上帝面子 好吧 那我就拿來用嘛 對不對 那我們應該 金屬也差不多OK了 我們可以做一下鐮刀 等一下 那隻是誰 不管了 應該是不會來打亂就對了 好 我們可以先做一把 鐮刀 四個木頭 木頭我們這邊 有幾顆 來 哪裡 木頭少一個 算了 我採都會點好了 多採有保佑 喔 直接升級 來來來 先點一下 抗性好了 我想抗性先點到30 然後就先停 然後再點別的 然後呢我們最主要當然是 學那個阿烏齒一龍的鞍 這是一定要先學的 我記得35級就可以學的 它在哪裡啊 欸 等一下 不是31級就能學的東西 找到了在這裡 這個一定要先學 其他的其實 不怎麼重要啦 還有那個 毛皮類的也要先學 忘記講了 這到時候你到了比較南極或者是北極的地方 這個一定要用到 不然會凍死 毅力點到60 還沒有到點到60之前呢 那個一定要先穿上 好啦 那這個就先給你這樣子燒好了 慢慢燒 燒到 天荒地老都是ok的 然後我這邊需要一些木頭 木頭給你 然後我學一下這個 好 這三樣帶齊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了 沒有沒有還要做鞍 抱歉抱歉 來做一下風神 那個無齒利龍的鞍 無齒利龍的鞍要腳殼 75個230個獸皮 這兩個有點麻煩 腳殼要殺烏龜 沒關係 我們有神奇的長毛毛 非常好 我們有神奇的長毛毛 我們不怕 我們只要找那個 炭龜之類的應該都可以解決 不過在這之前呢 我要先把我身上的東西先放藏庫 削一下重量 不然其實看了有點煩 呃 我看到要削什麼 水泥 水泥都要帶走 可是我都要在飛行的時候水泥也用不到啊 因為太重了 木炭 還有什麼 我現在附動到120 好 OK 我把 我先把這個三角龍 那個無齒利龍先拉下來 這個不要 拉到這裡 75個 75個 我們去咬一下炭龜好了 炭龜給的還蠻多的 那獸皮其實也很快就收到了啦 其實做這個 無齒利龍按其實還蠻快的 來來我看一下 怎麼沒有看沒有看阿龜 阿龜你在哪兒 我需要你的角質 只有阿龜會給角質看到了 該死的阿龜 給角質不然就死 好不好看來你是很想死啊 等級有點高耶 我會不會打不贏啊 等一下後面誰 美格龍 有事嗎 我想找那種卡住的阿龜 欸 算了應該咬得贏吧 趕快咬到民國幾年 死捏 還好打我沒什麼痛阿 給我你的角質 我看到冰翼龍了 各位兄弟們 看到右上角是不是有一隻冰翼龍 還蠻漂亮的阿 個人覺得蠻漂亮的 不過我們沒有辦法抓到那種生物阿 他的掉麻醉速度非常的快阿 完了這咬不死阿 血太多了 只好這樣子阿 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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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他的血量 喔還好 加油加油你行的 加油你行的 我在旁邊看著 幫忙抽一下好了 要彈起來要彈起來了 欸為什麼你不咬了 好你不咬了我繼續咬 為什麼他剛才突然不攻擊呢 怎麼了 對他產生感情了嗎 也不是吧 喔有了 欸你這樣子咬死他 角質才給六個阿大哥 你這樣對嗎 欸咬了這麼辛苦 角質給這麼少 你把他咬死 啊 死吧 沒關係 這邊有一隻 幾等的 250 首先呢 我們先把他戳暈 看不看 會跑會跑 反正先把他弄暈再說阿 然後呢 你給我被動 老娘親自來下廚 血太多了吧 他抽到民國幾年 我只想要角質阿 還有哪種生物會噴角質 我想一下 還有哪種生物會噴角質 陸地上生物會噴角質的有哪些 山葉蟲 我們這裡沒有山葉蟲阿大哥 看來只能慢慢戳 用這個戳拉 好痛苦喔 我沒有做其他長矛生物耶 不知道我沒有做其他長矛的 鐵製的 可是這一把比較攻擊比較高 阿不管慢慢抽阿 我一定要拿到 我一定要拿到角質阿 天阿 快點給我更多的角質 給我更多的角質 打炭龜好痛苦喔 初級最不想打的生物就是炭龜 你知道 死了 好 我叫你不要咬他 你是在咬屁咬喔 好啦你是有給角質沒有錯啦 我們還差很多啦 你對王八蛋 帶著你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我實在不懂 天阿 我想要自己採還比較多 給你咬 你要 民國幾年才有角質啦 你會不會給角質阿 看來你是不會給 天阿 你知道這樣子我很痛苦嗎 帶著你 我覺得我傷心難過耶 你到底是有多餓阿 我等一下要把你設被動好了 你這個賤人 好啦我們現在終於回來啦 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做無恥一龍的鞍 那我們做無恥一龍的鞍呢 我稍微看一下 恩他獸皮已經可以了 那那個也可以了 我們稍微點一下這個 我們要升幾代 哇升那麼多喔 這晚一點再學好了 我們現在只剩 剩纖維這部分啦 那纖維的話呢 我們可以不用手採了 我們可以改這個 我們可以改這個放哪裡好 我們改 我們改這個 好我們放7好了 這個 刮一下也是要給很多啦 一次給20 如果你早期沒有猿人的話可以用這個阿 收集的速度真的非常快阿 而且他不會去沾到果實之類的 很好用阿 個人覺得 你看 一下就有了 非常的好用 我們已經可以做了阿 所以說我們做一個鞍之後呢 我們把 我們把這個鞍套上去 我們看會不會負重喔 我敢 應該是會負重啦 因為 他的存在量其實並不高 然後把這個 我把這隻的主動攻擊也切掉阿 切成 切成被動 對 不然的話到時候要亂尻一通 就覺得很煩 好 他的副中之後180 180 我上去 欸 意外的可以飛耶 唉唷 也太令我意外的吧 OK 那我們稍微做一下整理之後呢 就去探險 哇 嚇死我了 這個打雷可以不要做那麼逼真嗎 What The Hell 嚇死寶寶啦 好我們的鐵燒完了 鐵燒完也不理他 好我們鐵燒完了 那我們就先這個樣子 OK 廢話不多說 咱們出發 好 好 喂 我們終於可以離開這鬼地方了 然後他的耐力 耐力是夠的 耐力不夠我們有肉嘛 肉丟給他 OK 他餓了他自己會吃 其實這負重還算可以啊 我們終於可以離開啦 好開心喔 我們可以去尋找物資箱了耶 你看那邊就有一個物資箱 前面也有一個物資箱 太棒了 我覺得呢 裡面一定都是一堆起源的道具 有沒有 有沒有看我開始忍了 這代表我的毅力還是不夠啊 那個耐力啊 不是毅力啊 我的耐力還不足啊 什麼聲音 哇 晚上了 So beautiful 螢火從開始出現了 好我們看一下這邊什麼 雷龍 還有什麼 異手龍 欸對齁 我等一下要去做那個鞍嘛 欸不是做那個鞍 我等一下去採一些水晶 趕快做望遠鏡比較好一點 做望遠鏡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到時候就很麻煩 不知道 不知道前面有什麼生物 等一下這附近沒有敵人吧 這附近沒有敵人吧 我只是路過的喔 這物資箱還沒有下來是不是 還沒我們等它一下好了 我們去看那隻綠色的 不要好遠喔 我想等這個藍色的 我們等這個藍色的好了 算了 我們先去採水晶啦 我不想浪費時間了 說真的 好 我們去採水晶好了 啊沒有體力了 幹 我都忘記沒體力這回事了 欸然後它就這樣子卡了是怎麼回事啊 欸 有了下降了下降了 沒體力流 我忘記啊會這種沒體力這種情況啊 讓我下去啊 有了下降了 洗吧 洗吧 大哥 這樣子好嗎 前面有一隻雙擊勇 算我先下來好了 整個石一定要忍下來嘛 好 讓它回一下體力 欸 物資箱下來了欸 欸我們看到 欸那邊右邊有一隻圓忍 欸體力差不多要回滿了喔 欸對啊前面那一座山上有沒有水晶啊 我們等一下這物資箱拿來我們去前面那一座山上看一下好了 OK 先給我物資箱謝謝 哇有針頭不錯 遺忘湯 這個也不錯欸 呃我覺得子彈暫時先不用吧 我用不到子彈 帶太多也不好啦 太好了我們有針頭 我們去前面那個地方好了 感覺好遙遠喔 我們看一下那裡有什麼東西 地圖上面標示是對面的 齁 對面的 對面的山上 我們去那個對面的好了 哇這個打雷 有謀搞醜啊 這個打雷乾喝 我也要隨時注意一下我的體力啊 等一下到前面休息一下好了 這體力太低了啦 很容易沒力就直接掛在那裡 看來這邊的生物其實還蠻 還蠻 屁死的嘛 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這邊還有可愛的小鬼鬼 還有這個該死的會噴毒的 我假裝我是一個建 我假裝我是一顆石頭 他們就不會想攻擊我了 好回滿了 走囉我們到前面那個山上 到時候可能會想要用神奇寶貝球吧 就是抓到神奇寶貝球把他帶走 那我下一集可能盡可能到別的地方蓋一下新的據點了 我要找一個很安全的地方然後又是一個室外桃源 既室外桃源又安全的一個地點 比如說像這種地方 感覺就很棒 你說是不是要搭搭 感覺so beautiful 我們來做望遠鏡 走開啦不要卡我喔 終於有水晶可以用了 太好了 我想都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可以有水晶可以做 望遠鏡 做這個這個這個好像 這種的是模組的 可以看的東西更 更廣 好我們放9 習慣放9 終於有了 好就決定是這個了 太好了 我們已經有望遠鏡了 好我們我們把據點蓋在這裏好了 各位說好不好 還是說更裡面一點 之前有網友 提供提供我一些地區 個人覺得不錯 有一些提供地下層 地下層我還是沒有去過 那就是需要時間去尋找的 那他也有 告訴我一些 確切的位置 我個人是覺得還不錯 感覺好像蠻蠻猛的 不過還是都要去尋找 這邊就有鯊魚啦 鯊魚在前台他們怎麼生活 亂來通 這個生態有點怪怪的 讓我們不要飛這 好重喔 水晶是最重的東西把他丟掉好了 還有那個 還有什麼最重 完全沒有耶 算了 我們繼續找 有菁英 這邊有菁英 等等物資箱 oh yes 爽哥 物資箱物資箱 nice 沒有其他生物齁 先看再說 不管了 針頭 又有白開水 sok sok good 好這個我要 這種東西都是要一定要帶在身上的啦 其他可以不要沒問題 子彈我都不需要啦 興奮劑 讓你心情都不用 好 上來 越來越重啦 我覺得我事實先該 真的要找一個據點好好的待著啦 下一集的話呢 這個祭典 祭典 祭典就讓你們提供一下吧 好不好 這個地圖是非常的大的 那要去哪呢 好 由你們來決定好了 或者是你們覺得哪裡很適合現在的我 都可以提供一下 這個是 嘟嘟鳥來著的吧 看一下 喔 怎麼感覺這隻嘟嘟鳥有點小隻啊 他這隻是什麼 一手 我現在越飛越慢啦 因為身上很重 OK啦 我們現在終於成功的做上這個鞍了齁 那 我看一下 OK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成功做上了這個鞍之後呢 我可能會就是去找新據點 然後稍微就是 邊 邊找邊收集物資 那你們有什麼建議的話呢 新據點在蓋在哪裡是最好的 你們可以都提供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啊如果喜歡我影片呢在左下角個訂閱右下角個喜歡 或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 你